全油管最快新闻 周二,美国总统拜登亲临密歇根州 参加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行动 站在纠察线上发表讲话 拜登强调中产阶级和工会对美国建设的贡献 并以参议员的身份多次支持工会游行 此举打破了历届总统避免介入工会纠纷的惯例 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预演铺路 而特朗普也计划到访罢工现场 争夺UAW工会成员的选票 拜登回应40%加薪提议时 白宫解释称他未听清问题 不会参与谈判过程 此次行动成为两位总统候选人 争夺选民支持的平台 UAW主席表示不会与特朗普会面 称特朗普将工会归咎为经济衰退原因 特朗普则称拜登的行动只是公关手段 转移人们对其经济政策的关注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